爹爹 娘亲 你们回来了 是啊 今天横儿怎么这么乖 怎么没有因为娘不在就哭得跟泪人一样 因为原夫哥哥跟我说 我如今是有爹爹的人了 以前我娘不见了 可能是她不要我了 但是如今我娘不见了 她有可能是跟爹爹出去玩了 原夫哥哥说 现在娘好忙好忙的 不仅要陪我玩 还要陪爹爹玩 所以有时候我醒过来 没看到娘 也不要感到奇怪 有爹的孩子都是这样的 慕容园烈侧眸看了一眼 站在床前的小丝原夫 做得好 有赏 谢王爷 原夫哥哥还跟我说 爹爹和娘亲经常一块玩 我很快就会有小爹和小妹了 是真的吗 爹爹 是不是真的呀 爹爹 傻横儿 爹爹和娘 只要横儿一个孩子就够了 这样子 横儿才是爹娘心里 最宝贝 最珍贵的那一个呀 是不是 横儿如果想要弟弟妹妹的话 改天 爹爹带你去三伯府上 那里好多弟弟妹妹 你想怎么玩 就怎么玩 好 我们可能要进宫一趟 这谁 刚才宫里来人 说皇后娘娘要召见你 你若不想去 咱们就不去 我来想房子 皇后当年曾给一岁的慕容园 猎下过毒 与太后一样 都是害她短命的罪魁祸首 太后短命 那天她只娶了一年寿命 给慕容园猎 这皇后年富丽强 从皇后身上 应该能多取十来年寿命 给慕容园猎天寿吧 我与你同去 你方才去做什么了 怎么了 你身上有血腥气 没有啊 我什么都没闻到 我去王府地牢了 我说过要让伤害你和横儿的人 生不如死 自然不会食言 轻饶了她 爹爹 打死那个坏蛋 他差点就让你 失去你的宝宝了 爹爹先让她尝一尝 你如今的痛 再打死她 你要进宫的话 我先跟你说说 我与皇后之间的恩怨 你先做好心理准备 我和母妃 与皇后之间的恩怨 说起来 也不知道是怨我们 还是怨她自己 我母妃和父皇相识挺晚 在我父皇 已经有了很多 嫔妃和皇子皇女后 才在宫外 邂逅了我母妃 从未动过情的父皇 与我母妃情投意合 我母妃愿意为了她入宫 而她在有了我母妃之后 便再没有宠信过其他嫔妃 那些愿意离宫的嫔妃 她甚至愿意放她们 出宫自行婚嫁 我与五皇帝之后 父皇在我儿女出生 从这一点 你就应该能看出来 她对我母妃是真心的 我母妃如此受宠 自然爱了宫里 那些嫔妃的眼 尤其以皇后为罪 她认定是我母妃 夺走了她的宠爱 将我母妃视为眼中钉 几次下毒 害我母妃 事发后 我父皇夺了她的凤印 并将她禁足 她或许是意识到 她不能失去父皇的宠爱 便暂时将目光 从我母妃身上一开 开始折腾她自己的孩子 来引父皇去她寝宫